母親節的時候特別是祝福 每一位母親 燈蒙神的恩典 燈蒙神的祝福 我們亦都對我們的母親 我們自己對自己的母親都表達 我們對他的愛支持 讓他覺得被安慰 在我們今天的訊息講到 先處理好這些問題 才能夠勝過罪和軟弱 是對的 這是義來的 這是義來的 不過這裡沒有改 有幾樣的影響我們 什麼意思呢 因為很多時候有些人說 我很多軟弱 很多情緒 很多罪 總是為什麼處理不了呢 因為有些內心裡面的心床問題 還未處理好 那個問題就會影響處理的能力 有些人 總是情緒都是影響的 為什麼那些罪一定是勝過不了呢 因為它裡面有些問題存在 我們上次已經講了 熟世的價值觀和傷害 我們今次繼續講就是被人影響和自卑 看看時間上 看看我們講到多少 上一次就講了熟世的價值觀 因為很體重 錢 被人認同 成功 有時候我們就會覺得 人們好像沒有 得不到想要的 就會很傷心 很不開心 但是當我們肯定 我們在神裡面有價值 就算人們怎麼說 我們譬如 譬如很多次我跟人傳福音 幫助人 都有人拒絕的 但是我的價值在神那裡 所以它說什麼都好 它如何負面反應 我不受影響的 雖然內心有一點點不舒服 什麼不舒服呢 它不接受 心有一點點不舒服 但是我告訴你 我做的是很寶貴 是神喜歡的 神會喜悅的 所以我就不受祂的影響了 我就會選擇不受影響 因為我的價值觀 放在神那裡 所以我不會被人影響 或者是我做的事情是對的 但是有些人會有些不好的反應 但是我也是說不要緊的 這是他的問題 我的價值觀放在神 我就不受人影響了 有時候人也有些美衣好的傷害 就是被人傷害了 我心裡覺得很多傷痛 其實我都被人傷害過很多次 其實差不多在每一間教會 都有一些不同的事情發生 有時可能我自己都無意傷害人 但是人也有時有意無意傷害我 但是我都處理 以至其實對我曾經有過的傷害大的人 我都盡量跟他們和好 和恩待他們 我有機會就盡量做一些事情 恩待他們 因為我已經放下自己的傷害 我已經不介意了 我就去跨性了 所以那個心裡 如果我發覺自己裡面 還有一些受傷害的感覺 我是盡快處理的 盡快處理 我不用受人影響的 我可以平安喜樂的 而我們之前都說到 為何得到各人的祝福呢 首先是愛神 神就為我們預備我們想都想不到的恩典 想都想不到的福氣 神就會賜給我們 我們內心 我們情緒有什麼問題 神都會幫我們的 先求神的國和祂的義 這一切都會加給我們的 聽遵從神的人是有福的 以神為樂 我每天都以神為樂 神真是好 多謝天父 多謝天父創造的食物 多謝天父 創造的環境這麼美 我多謝天父 多謝天父在我心中的感動 多謝天父使用我們去祝福別人 我心裡都時時以神為樂 我的心就滿足 我是選擇喜樂的 我如何選擇喜樂呢 多謝耶穌 耶穌現在很開心 耶穌看著我笑 那我就選擇喜樂 所以我每天都提醒自己 在神裡面可以喜樂 就是說普通的開心和特別的開心是不同的 普通就是說做人都挺開心 有衣有食 跟家人相處都挺和諧 跟人相處都挺和諧 我們會有一種的開心 但我是選擇再進入更高層的開心 我很多時候都會告訴自己 現在我親近神 神就很開心了 所以我可以開心地笑 哈利多謝耶穌 在我裡面 我每天總是有不同的次數 我會讓喜樂湧流出來 我都希望大家時時以神為樂 就經常活在神的喜樂之中 好 我們第三樣就說到被人影響了 我們這一樣都是很多人 為何不得意志 而且總是容易軟弱 因為繼續被人影響 其實我一生中都有不同的經歷 都是有令到我有一些震撼的感覺 即是好像震撼 即是好像為何會這樣呢 但反而在過程中我成長更多 其中有一個人物就是這樣的 在我讀聖經大學的時候 我就參加一間教會 這個在外國的 有一次有一對夫婦在讀神學 那個太太就跟我說 她說你想不想教兒童的崇拜 因為她讀神學 她就不能夠再留在這裡 即是她的時間會很少在這裡 我就說好 一方面 即是當時教會都會給一些津貼給我的 即是我在教兒童崇拜 每個星期都教的 她就告訴我做些什麼 有些什麼要留意 我就照做 我就然後去教導 其中一個那個學生是誰 是牧師的兒子 是一個小朋友 她每個星期上完課 她都回家告訴她爸爸 她今天學了什麼 她爸爸告訴我 你今天又學了什麼 都是覺得那個小朋友 是聽到、明白到是好的 其實那段時間我挺開心 其實我在我的事奉裡 都有一段長的時間 是教導小朋友的 即是有當時的小朋友 後來我又做中文學校 在外國因為要學中文 就教中文學校 又向那些學生傳呼音 又跟他們扮團契 帶領他們信主 我一直都做這些工作 當然也有做青少年 其實我在後來的工作 都很著重青少年 不過很多時候 其實教會有什麼人 我就會服侍什麼人 這個都是在當時的經歷 我先說一下 我先說一下那個人物 他請我去教兒童崇拜 我過了一、兩個星期左右 我見到他 我就招呼他 誰知道他不理睬我 我第二星期見到他 我又招呼他 他又不理睬我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就打電話去他的家 他就沒有聽我的電話 是他的丈夫聽我的電話 那我就跟他的丈夫說 可不可以跟你太太聊天 他說不用了 你告訴我什麼事 我說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這兩個星期跟你太太招呼 他都沒有回應我 不知道我有沒有做錯 如果我做錯的話 我願意道歉 有什麼做錯呢 他說你沒有做錯 你沒有做錯 沒事的沒事的 沒事的 但是我心裡就 心裡說 為什麼會這樣呢 不過那件事 其實他沒多久 已經去了神學院 他就再沒有留在這裡 但是在我心裡 還是有一段時間 為什麼人會這樣呢 如果我有做錯的話 你告訴我 不要不理睬我 不出聲 這個方法 令到我覺得很不舒服 過了很多年之後 我遇見一個弟兄 他就跟我說 他說我現在是輔導 在做輔導 其實他很多東西都學的 他真的學到很多東西 做過很多東西 他甚至學過醫生 做過醫生 我便了解一下他的輔導中心 他便告訴我 我們輔導中心的負責人是誰 他一說的名字 就是以前邀請我教兒童崇拜的那個人 我便問他一句 我說你們合作怎樣 我完全不是拿起他的東西 我只是問他合作怎樣 他說很困難 他說因為他跟同工的關係很困難 雖然他是負責輔導 但是那些同工跟他相處是困難 當時我就明白 為何昔日有這些事情發生 因為他跟人相處是有一個困難 但是他是學輔導的 不過不要緊的 這是他的責任 但是令我明白一件事 就是有時候人 就算他很投入侍奉 他也是很投入侍奉的 兩夫妻都很投入侍奉 但是埋身的時候 可能就會發覺有些事情會刺傷之類 我聽到之後 我又不去生氣 我只是說我明白 人是會這樣的 這是他的問題 我也求主祝福 其實他們做的工作是不小的 現在都是出名的 其實他不是很出名 不過也有頗多人認識他 我們在裡面相處過才知道有這些情況 也都明白當時受的傷害 但是我就說 這就是經一事長一致 經過有些人有問題的 我們不去 就是明白他可以受人傷害 所以他又不開心 所以他有些什麼問題 他會傷害人 但是我不需要背在身上 於是我就 經歷過這些情況 幾次之後 我就刻意處理了 其中刻意處理什麼 第一就是從神得力 我真的發覺從人可以得力 但是這個力度是有限的 我很感謝神給我太太 是給我很得力 很開心的 但是我如果用一個人的角度 如果我的力量就是從我太太而來 我自奉的力量是不會很大的 但是因為我的力量從神而來 神的力量很大的 就是我太太是給我很大的支持 很大的鼓勵 但是這個不會成為一個人的力量 我為什麼要說這句話 因為我認識曾經有一個傳道人 他說我很不開心 我不能夠感謝神 我問他為什麼你不能夠感謝神 他說我生命也不好 我健康也不好 我侍奉也不好 我女兒也不好 我家庭也不好 當他 他好像很多東西 但是他斷了一件最重要的力量來源 就是神 因為他覺得神對他不好 為什麼他解釋神對他不好 他覺得 如果神對我好 為什麼我家庭有這麼多問題 為什麼我健康有這麼多問題 為什麼我侍奉有這麼多問題 他將這些東西歸咎在神的身上 他就變成與神的關係有困難 其實我有沒有經歷困難 我有 經歷困難 我曾經有幾年的時間 心是很受壓 我也曾經說過 我只是說因為有個同工他批評我 給我是很受壓 但是我不會說 神啊 為什麼你給這個人在我身邊 我不會這麼說 因為我知道這個不是神的問題 是人的問題 我永遠不會賴神的 我永遠都是我親近神 在那段時間我就學到倚靠神 唱詩歌了 就唱一些詩篇 我的心平安安靜 好將團過乃的孩子 當我唱一些詩歌時 我發覺很平安很舒服 其實在我初信的時候 我靈修祈禱親近神 我已經覺得很舒服 在現在的日子 當我一唱詩歌 我也覺得很平安很輕鬆 所以我覺得從神來的是一種超自然的力量 從人來的是一種屬世間的力量 這個是有的 是需要的 我們需要人的支持 譬如有一個人 他從來跟沒有 即是不會跟任何一個人做好朋友 這個人生命真的有些問題 譬如他全世界都沒有朋友 他的力量就是由神來來 不過跟一個人相處都有問題 我覺得他跟神關係都有些問題 因為如果他跟神關係好 他必定對人好 總有一些人對他好的 所以我們的力量主要從神而來 但是我們次要都是從人而來 因為如果一個人完全沒有人的支持 他是很孤單 這個人活著不好 神也說 我們不能夠一個人單獨存在 但是跟人相處日總有困難 所以我們見到一個好的人 對我們好的人 我們要珍惜 不是經常都有的 不是說你沒有了這個朋友 日後有第二個 不是那麼容易找得回的 所以我們有見到一個好的人 我們就珍惜 即使是我正在幫助的人 你們中間都是我 很多都是我正在幫助的人 我都珍惜你們的 我喜歡你們的 我喜歡你們的 即是喜歡教友那種喜歡 你們真是一個好的教友 我喜歡的 歡喜的 那我的人呢 即是從人有支持 我跟你們相處就算聊天 你任何一個跟我聊天的時候 都通常都是覺得我是輕鬆 接立 開心 就不會說 哎呀 又惹你幾下 惹你了 不開心 但是呢 我又改變你們 鼓勵你們 但是我又用一個柔和方法 因為我覺得 人越是對人 善待人 越能夠影響人 那這個都是我的心態 但是同時我另一個心態就是 我不要被人影響 因為都有時有些人 會有意無意說話 傷害我的 有時無意 你們中間沒有 你不用怕 就是說有時有些人 在外面的時候相處 是有些人會令到我們覺得不舒服的 那我就要學習 從我以往的經歷 我學習到 用英文說 Turn off 關鍵 關鍵 我不用記實那些東西 我從神得力 那些人 我接受他們是有問題 正如我剛才說的那個人 他侍奉真是 其實很有力量 他的侍奉是有果效的 不過他的生命是 是有一些 跟人相處的問題 好了 被人影響 可以怎樣引致我們 有罪和有情緒的問題 難於處理 第一就是 因為被人影響了之後 不處理 就會憤恨 很不處理 很不處理 不處理就會 不知覺的露氣就會出來 在裡面的露氣就會出來 就容易傷害人了 心中是憂傷了 憂傷就是 另一個反應 這兩個反應 一個是比較外向性 一個是內向性 外向性就是憤怒 內向性就是憂傷 壓抑 低沉向裡面壓 有些是向外面的 憂傷又會怎樣 容易煩惱低沉 其實煩惱低沉都是罪 因為不信任神 容易消極 甚麼都是說 人都是不好的 沒有東西好的 這個世界都是不好的 做人都是不好的 哎呀 耶穌快點回來 兩種心態 耶穌快點回來 有些人喜歡耶穌 有些人是甚麼 忍無可忍 耶穌快點回來 不用做 不用做 其實我都認識有些傳道人 他都是做得很辛苦的 因為為甚麼呢 他從神得的力量 他可能也少贊賞自己 他一定有從神得力 不過因為那個困難 侍奉困難 所以他們都有時會消極 看到世上的困難會覺得消極 所以就算侍奉人員都需要學習 從神得力 我做甚麼神都喜歡的 那人就會開心了 還有難於跟神 跟人建立關係 因為被人傷害了的人 很難信任一個人 很難跟人做好的朋友 這樣也會對神 是缺乏信任的 因為覺得神 神也不是那麼好的 有時有人都會這樣想 在我來說 我是很難明白 因為我來說 我真的覺得神經常是好的 不過有很多人都覺得 神不公平 神沒有把好東西給我 所以他就覺得 神沒有善愛我 沒有真正愛我 其實他沒有知道的問題 是自己身上發生的 還有這些人會容易浪費生命 他的生命就浪費了 然後他就會被損友影響 即他被人影響 其中就是損友 有些人就 因為他的生命不好 受傷害 他就找人去傾訴 有些人傾訴 就怎樣呢 是呀 那個人這麼壞 我都憎他的 是呀 那個人真是 這個人應該快點 有甚麼事發生更好 那些損友 那些不好的人 就會跟他一起 認同 就一起去奏罵那些人 其實這都是不好的 奮世侄俗 對於人奮恨 不信任人 沒有愛心 這個世界都是很不公平的 每樣都不好的 真的做人是辛苦的 都有若干人 跟父母說 你為甚麼生我 你害我 現在很受苦 你不生我 我不會受苦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這件事 我來說我是不會這樣想的 我不會說 為甚麼你生我呢 我會說 多謝天父 我活在世界上 但有些人說 贏牧師 你生命這麼多好東西 你當然開心 但我想說 我真的 我是受過很多傷害的 即是 我從幼年開始 我是受過很多傷害的 即是 那時有個牧師跟我說 即是我一起視乎的牧師 他說你受過這麼多東西 但你好像沒甚麼一樣 他說 他欣賞我這個西人牧師 他說你好像沒甚麼受影響 不像是在這樣的家庭長大 這就是我們學習到從神得力 其實當時我還未認識耶穌 不過我一出門口我就開心 神給我這個性格 我感謝主 我一出門口快樂我就開心 我一出門口打球我就開心 一出門口總之有甚麼活動我就開心 他在家裡就忘記了 神給我這個性格放手 但是依然心中有一些傷害 到了我信耶穌之後 就得到一部分的醫治 有聖靈充滿的時候 醫治更加大了 我感謝神 另外一些人被人影響 就會埋怨神 神為甚麼容許這些壞人在我身邊 為甚麼不懲罰他 快些這些人應該弄死他 不應該在世上生存 但這就是世上總有壞人在 如果我們一死就立即上天 不是一信耶穌一上天 當然是簡單 但因為世上總有壞人 所以我們總是有不好的東西 但是神就想救他們 因為他有很多人現在仍是壞人 不過將來會得救的 所以神要給他們時間去救他們 所以我們就不去埋怨神了 神雖然在世上有壞人 其實有些壞人他很慘 他傷害過很多人 但是他後來給神醫治 也是很大的祝福 另外就是怨恨自己 就是他怨恨自己 怨恨自己不懂得跟別人交往 所以被人影響 這些都是一些被人傷害之後 他容易犯的罪 以及容易無力 容易不起身 容易有情緒問題 我自己來說 我是很刻意的 譬如有人一做這些事傷害我 我是很刻意盡快清理垃圾 因為我信一個信念 他的生命有什麼問題 不值得因為他而傷害我的生命 所以我就盡快處理 我盡快和自己輔導 我盡快說 為什麼他會這樣做 他這樣傷害我 他有什麼原因 可能他背後受了傷害 我通常都會為他解釋 我就不會說 是的 這個人惡毒 他要害人 他要傷害人 他要貪人便宜 我不會這樣去說 我只是說 他受了人傷害 他很慘 所以他不知覺 他就懂得傷害人 既然他是這樣的人 我不用介意他 我不用生氣他 其實他很慘 其實我有很多福氣 我有很多恩典 我不用受他影響 我可以讚美神而開心 我會盡量化解 我發覺我仍是毅 我仍是毅 我仍是毅 我仍是讚美神 多謝天父 我可以平安喜樂 哈利利亞 哈哈 我就是這樣做人的 我希望大家都學 好像我一樣 盡快處理到 我亦都感謝神 給我這個教導 其實有很多人在網上看我的影片 我多謝天父 他們看到之後都有一些回應我 他說我看完之後 我得到幫助 他人開心很多了 我都希望我們都能夠去 放上網 你的見證放上網 去影響別人 好了 那為什麼我們能夠得勝呢 很重要的就是這個經文 我們一起讀 有話說幫助我 我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怎麼樣呢 就是神幫我 我不用怕人 人能把我怎麼樣呢 這個左邊的圖 這個不知是女朋友還是老婆 柳耳仔 柳的老公耳仔 都有若干老公很怕老婆的 亦都有很多老婆很怕老公的 其實關係用怕不是一個好的方法 而是能夠柔和地溝通 柔和地處理 有神幫我 我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怎麼樣呢 就是相信沒有人能夠傷害我 沒有人能夠拿走我的東西 還有下面那個經文說 愛女沒有懼怕 愛記完全就把懼怕除去 因為懼怕女含著刑罰 懼怕的人在愛女未得完全 就是在愛裡面沒有懼怕 因為神會保守我 神會保守我 祝福我 我是很深信 每一個你現在跟自己說 神一定在我生命有奇妙計劃的 來你說 神在我生命 一定有奇妙計劃的 你跟旁邊也說 神在你生命有奇妙計劃 不用怕人的 不用怕人 沒有人能夠拿走你的計劃的 我希望大家都深信 沒有人能夠搶走神給我們的福氣 另一件事會繼續搶走人的福氣 就是不搖恕人 因為生氣所以不搖恕人 因為人對我們傷害 所以我們不搖恕他 不搖恕他 神也不搖恕 所以後果是非常嚴重的 好了 那我先說的這一點 這個處理人的影響 如何影響我們 以致我們容易犯罪 我們就反思我們的內心 我們小時候的家人 今天的影響仍然在這裡 就是小時候的傷害 他們以前罵我們 拒絕 用一些不好的說話對我們來說 今天仍然在我心中存留 如果在心中存留 即是沒有釋放 即是仍然在受影響 譬如我家都是一樣我受傷害的 除了罵、打 也都是我買的東西 會被人當作的 我試過好幾次 買了衣服 放在家裡 我打算那天去街上 買了 即是因為那時候 我後來在學校 即是我讀中學的時候 都有做一些散工 這樣做一些散工 有些錢用 也都給錢給家裡 即是那時候是少許錢 給錢給家裡 也都自己有錢用 但我發覺買了一件衣服 放在家裡 我準備那天去街上穿 怎料發覺找來找去都找不到 後來知道 因為賭博當作 所以我就在這種情況上長大的 但是我不會計較呢 其實神給我很多很多 或者以前的傷害 會發惡夢 我發惡夢就是我父母離婚之後 然後總之家庭改變 我就發惡夢和夢遊 我第一次夢遊的時候 我知道自己夢遊著的 我在那裡走一走 就去拆牙 其實家人都還沒睡覺 我就起床 我覺得起床而已 起床就去拆牙了 但是我家人就說 我為什麼拆牙睡覺 那我起床不是去拆牙嗎 我心裡想是不明白的 後來他們要我 那我就回去睡覺 這個第一次 就是因為家庭的改變 就是對我的裡面是有一種影響 那後來越來越嚴重 越來越嚴重 最嚴重的一次 其實不是只是家庭的 很害怕 用力打牆 但是那些牆不像香港的牆那麼硬 是軟的 因為它有一層 它都叫做 Sheet rock 一層的 Fiber 質 好像一些Fiber 厚一點的 我打穿了 這個是我一次的 法夢比較嚴重的 它裡面可以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但是神是可以一步步醫治的 就是說我放手 其實我想回家人 他們都是受了這些賭博 很多不好的憤怒 很多傷害 所以他們都是受了傷害的 如果我受到他的傷害 我就一輩子說 哎呀 我真的不公平 那我就會很慘 但是我 因為我感謝神給我這個性格 就是不介意 所以我就 就算他們這樣傷害我的時候 其實我是 當時來說我在學校 第一我是高才生 全學校的人都很看起我 老師也看起我 這個給我很大的鼓勵 就是我感謝神 這個給我很大的鼓勵 我也跟同學的相處是很好 就是大家玩得很開心 有機會 例如我那時候考完小鹿 考完升中會考 本來八點上課 現在過了十點 我都不告訴家人 八點就出門 我們就去行山 有同學約我 不如去行山 那我就跟他走 哇 很漂亮 那時候我住在彭滑地 上高呢 就是我覺得很漂亮 我喜歡 很喜歡行山 後來有不同的活動 我們一起小小的走去游水 尾水 我還記得當時學游水 就是拿著籃球 其實用籃球 學游水不是好 因為籃球會滑走 不過當時還可以 總之我又知道基本動作 但是呼吸那一刻 還未能夠下水呼吸 所以就抱著籃球 游游游 後來游游下 就越游越熟 這個雖然有這麼多傷害 但是我不放在心上 於是我就將這些 就是我看出他們 在心裡沒有繼續有這種仇恨 其實我小時候是有這個仇恨的 為什麼我講這些經歷呢 就讓大家知道 其實就是說一個人可以完全釋放 我當時的仇恨 有想過將來有一天 想就是這樣想 我會殺死他 就是會這樣想 但是這個只是那種想法 就是會那種仇恨去到這個位置 但其實又不是真的 天天很仇恨的 但是有這樣的意念 但是尤其當我認識耶穌 都知道耶穌這麼好 我回到教會 看到弟兄姊妹的接立 我即時很開心 覺得被接立 我就即時是很投入地 被耶穌改變 也都很想將呼吸說給別人聽 我也都在親近神 我覺得很大的平安、喜樂 也都幫助別人的時候 得到很大的力量 很大的開心 將這些過去的東西放手 但仍然在潛意識裡面一樣有 那潛意識有的時候 總之我日日看到神的話語 我想到神的話語 我想到神的工作 我總是讚美神的 在我從來信耶穌這麼久 我從來都不會說 神啊 為何你給這些東西發生在我身上 我從來都不會說這句話 我從來都覺得是人的問題 我從小看到人的問題 我成長的時候看到人的問題 我也看到我自己的問題 所以我就學習去將他放手 但是後來比較困難的就是 是基督徒的傷害 就是當我做牧師的時候的童工 還有後來另外一個都是神學生 另外也都有其他的童工 都是或者有時基督徒 有時有不同的傷害 但是當我有了這個原則之後 我明白基督徒都會犯錯 都會做錯事 還有我會為他解釋 就是說他未必刻意去害我 他未必刻意去整理我 他只是不懂得怎樣的方法 建立他的生命 於是他用這個方法 其實曾經有一個人 他是刻意抹黑我的 向若干的教友去抹黑 當時我們都要處理 我就找了我們群體中的一些領袖 去了解這件事 去處理這件事 就發覺其實他都向不同的人 說了很多負面的說話 我處理的過程 我自己就覺得 他有問題 但是他很有恩賜 這個人是很有恩賜 很有能力 很有先知性的恩賜 有些人就覺得 有什麼可能 這麼有先知性的恩賜 為什麼會做這樣的事呢 他會不會想一下 他做的事神會追討 但是人有時就是不會這麼想 他不會想到 神看到他做的事神不喜悅 變得很多事奉是扣分的 是白做的 即是要起奉場 起完就拆掉了 我只是選擇用一個柔和的方法 其實他當時封了我的電話 後來因為有一件事 他需要開電話 因為有另一個人跟我說 關於他 總之他有些事情 他需要開電話 因為我告訴那個人 他封了我 他就開電話 我開電話的時候 我打電話給他 我也是很柔和的說 我只是提議他 我說你留意 因為你說別人的說話 影響別人 即是影響另一個人 尤其是牧師的時候 這件事在神面前 是需要交象的 你需要反思這件事 但我是很柔和的說 那我就放手了 他自己怎樣做 就怎樣處理了 那我的心態是什麼呢 他有問題 就是他的問題 不是我 即是我不需要背著的 那我就感謝神 當我這樣做的時候 我覺得我的人是輕省的 即是沒有一個人 長期影響到我的 在我生命裡面 所有長期影響到我的人 我想回他 我都是祝福他的 我想回那些人 我都是祝福他 我都是 有辦法 我都會跟他通電話 曾經有寄信 總之做一些事是祝福他 以及欣賞他以前做的事 那我也希望大家 在一個內心處理 留意這些被人影響的地方 也都留意一下 我們有些什麼行為 因為他們而受影響 以後受了改變 譬如我們現在反思一下 我們的家人的影響 有沒有到今天都影響我們呢 我們能不能夠放手 能夠看出他們呢 我們一起相處的同事 有沒有傷害我們呢 我們還是否受他影響呢 我們相處的弟兄姊妹 教會的架構 教會各方面的東西 或者弟兄姊妹的相處 或者甚至是傳道人 相處有沒有一些傷害 在我們心中仍然影響著我們 我們有沒有去處理呢 處理的方法是什麼呢 到底只是不理 這個也是一個方法之一 暫時有效的 不理 都比你還好 就是好過猛暗在那裡 天天暗暗沉沉沉 天天在那裡反來覆去 都好一點 好過不理是好一點的 不過最好就是化解 什麼叫化解呢 他是有困難有問題 他受了傷害 所以他會傷害人 他沒有留意這些東西 他不明白這些道理 所以他會傷害人而不知覺 所以我來說 我的生命很寶貴 另一點很重要的就是 我們是不是相信自己寶貴 如果不相信自己寶貴 根本不得意志 因為如果我說 哎呀我都是沒用的了 是人見到我都欺負我的 個個都踩我 我都是沒有前途的 這樣的時候 我們永遠都不得意志的 我們一定是相信 神是看重我們 那可能你說 不是啦 我做什麼都不成功的 我又沒有朋友的 沒有人喜歡我的 我跟神關係又不好的 所以我都是沒什麼用的了 這個呢 就是魔鬼想你相信 但是我們相信的一件事 我就算做得多不好 我今天悔改向前走 遵從神 神都祝福我 這一點很重要 我以往做得多錯都好 不要緊的 神永遠給我們機會 一個罪人悔 天上都為祂歡喜 這樣呢 我們的心就會平安興省了 就會能夠得意志 那麼我們都想回自己 等一下在小組的時候 我都希望大家去討論一下 我們的生命有多少受落這些影響 家人的影響 朋友影響 基督徒的影響 影響我們 以至我們今天的生命是怎樣 我們的生活是否依然有一些 這樣的小人物 神怎會看起我 這些都是一些錯誤的觀念 其實在神眼中沒有一個是小人物 個個都是寶貴 無論我們現在多困難 都可以被提升 譬如我們當中有一位姊妹 以前接觸我的時候 她是不敢跟別人交往 又跟別人交往的時候 又覺得有人教她 會被尖染 所以你不要跟別人交往 但現在她願意跟別人交往 願意傳呼音 這是生命的祝福 我剛剛昨天又見了另一個姊妹 這是另一個教會 她也說給我聽 以前她也分享過她的改變 她小時候嚴重的程度是甚麼呢 她的媽媽也有很多憤怒 甚至潑水在她的臉上 就是這麼嚴重 這麼憤怒的一個媽媽 但她也是多年有抑鬱的情況 她說到她怎樣處理 她是刻意處理的 她說她就算未信耶穌的時候 她也是說 為甚麼我生命會這麼差呢 我也是要提升的 我不可以這樣 到她信住之後 更加刻意地提升 她說不是一天的功夫 是真的天天天去處理 天天去處理 現在她就去到甚麼位置呢 她說現在我已經計劃 去做不同的參與不同的侍奉 其中一樣她說 我想參與一些用電話幫助一些有憂鬱的人 有些想自殺的人 有些有憂鬱的人 我參與一個事工 是可以用電話幫助人的 即她去到一個位置 她不單止自己得意志 她想幫助別人 那我都希望大家都是說 神啊幫助我 深信我是寶貴 我是重要的 我留意我生命有甚麼影響著我 我就靠耶穌得勝 我靠著耶穌 從耶穌得力 和清理垃圾 這個最重要的方法就是 從耶穌得力 清理垃圾 深信我是寶貴 我的生命是重要的 那我就逐步處理生命中各樣的問題 這樣的時候 你的生命都可以被提升 就不會因為 以往發生的事而受影響 我們看看那些討論的問題 有沒有人令你覺得受壓迫被傷害 有沒有人令你對他失望 或者令你容易發怒 總之有人傷害過你 被壓迫、傷害、失望、發怒 人的影響有沒有令你容易犯罪 紅色的部分特別是給基督徒 那些藍色部分 非基督徒和基督徒都可以的 那就是說這些有沒有發生過的事情 那有沒有令你容易犯罪呢 譬如說因為憂鬱了 所以會放棄、會生氣、惱人、埋怨、不親近神 埋怨神 這些都是容易犯罪 然後第九 其实他不是1,2,3,4,不是7,8,9,10 神能够帮助和保护亲近他的人 叫恶人不能伤害我们 你想不想学习,不让人影响 叫你轻松做人呢 这个对非基督徒都可以说 恶人不能够伤害你 神真的能够保护你 祝福你的生命 医好你的生命 你想不想学习 不让人影响 能够开心做人呢 而基督徒能够 可以不让恶人影响 开心做基督徒 而以往的伤害能够放下了呢 然后第四条问题 就是你怎样可以处理人的问题 以致不因为这样而犯罪 就是我们怎样可以处理到 这些问题不让人影响 如果你中间在你的小组的时候 开组的时候 就是有人想说出我有这些问题 其他人就用一个引导的方式 就不要用教导 引导 你觉得怎样影响你 有没有影响你的睡眠 有没有影响你的情绪 有没有影响你和人交往 那你想不想处理 有什么方法处理 那去引导他 你当然这么熟 本来如果这样聊天就不用这么问 不过现在假设你是帮另一个人 那你尝试用这些方法 让你粗练一下用这些方法 去帮助他 但如果没有的情况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分享自己 在以往如何受过伤害 如何处理过 而你也可以去分享 就是说处理的程度 我相信处理程度有人处理得很高度的 就是处理真的处理了很多 但有些人可能处理些少的 那我们都留意一下 到底我们的内心处理到什么程度呢 那我们就会在这个时候分组 我们一起祈祷先 亲爱的天父 我们多谢你 因为你帮助我们 不要被人影响 因为人算什么 没有人能够拿走神的计划 神在我生命中有奇妙计划 奇妙恩典 而我们知道 我们受人影响是会破坏我们的生命 叫我们容易犯罪 还有叫我们容易情绪化 容易放弃自己 容易觉得自己没用 也会有容易怨愤 容易奋世执促 或者甚至埋怨神 我们都知道可以有这些影响的 求主帮助我们 靠着耶稣得性 叫我们不要因为 我们以往受的伤害 被人影响 以至容易犯罪 或者容易有软弱 容易有情绪的问题 求主释放我们 医治我们 更新我们 改变我们 加力给我们 叫我们重新得力 也都帮我们反思 我们的生命 到底有多少成是被医好的呢 我们有多少未被医好的呢 求主诗恩祝福 多谢天父 感谢天父 主与我们一起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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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